接著是大BNO日 我自從宣布9月7日大BNO日之後 就忙了我兩天 有很多朋友約了 現在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電話裡面怎樣 大家可以繼續約時間 我剩下的位置應該有30多個 因為今次我打算做130個 剩下30多個 短短日幾就已經有98多人 因為有很多是一個人拿幾個 就是要拿BNO 我想跟大家說有很多是新聽眾 為什麼一定要拿BNO呢 其實不是沒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不是英國保障那麼簡單 因為資難國護照 香港特區護照沒有人理會 不是說那些 BNO就是一件最簡單的 就是當全世界所有資難人 都可以說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 因為他們可以慢慢收集香港人 但是 因為有香港身份證 有BNO就很明顯 那個一定是100%的 97年前的香港人 這個叫做天香港人 我不覺得 其他樓 他也要是新香港人 為什麼呢 譬如在旭敏那樣 他也沒有BNO 他沒有拿過 譬如我兒子 他1997年後出生 他們就可能是真香港人 可能不是 就是這樣說 但是有BNO的 就100%一定是真香港人 在97年前已經拿了BNO 那為什麼現在你有機會拿回 你不懂得拿就沒辦法 你不懂得拿 然後我們可以幫你 你有機會不去掌握呢 不要想到什麼移民 不要想到 多本護照也舒服很多 拿BNO就去以色列 然後拿特區護照就去中東 你已經不用那麼麻煩了 多本護照而已 更何況 你這件事我告訴你 我們自己真心作為一個BNO holder 作為一個BITISH 我們的Nationality是BITISH 林康政的Nationality也是BITISH 不過那本是BITISH 不過那本是BITISH OK 一個關 真是不認同的 就算是香港出境 香港人的Immigration 那些陷阱亂亂著你 他都覺得縮然起勁 你媽的 說真的 我沒有特區護照 我完全沒有特區護照 為什麼 come on cheap 我每天都在吵 然後拿一個特區護照出來 然後被人說 我這麼多 不是又特區護照 不是又天安門 說什麼 高志森 都是這樣串你 是嗎 不是串人 說到最後 拿著回鄉卡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 現在新的特區護照 你知道嗎 裡面還有我 簡體字的華字 中華的華 你怎麼能拿出來 好像我每次做馬來西亞團 有些人送一些護照給我 因為我們是用旅行社來報名 要給他們補充 其實還有很多中國特區護照 我是很衷心地希望 我不會說他們 既然你這麼誠亡不了 都不求翻證好簽 你當然要我幫你換了特區護照 換了BNO 好像有幾個朋友 九月、十月團 剛剛換了BNO 就可以拿一本新BNO去 你特區護照是人用的嗎 不要這麼說 特區護照是真的香港人用的嗎 你沒有資格拿 沒有辦法 有資格拿 是不可能不拿的 除非你一個 喪眾天良的人渣 不然是不可能 你甘心拿一本特區護照的 就像我兒子一樣 他不趕你快 他去Munitriple去拿BNO 那我是明白的 我不會怪他 不是因為他兒子 因為你還沒拿過 或者有朋友 但是你拿過 你是有機會拿的 那為什麼你不拿回 有很多朋友很可笑的 問這些問題 一問娘娘說 我沒有續期這麼多年 可不可以拿 我屌你媽媽 你真的在笑死我 那你當然是到了期 或者沒有續期才找我拿 如果你現在還沒過期 那你當然不會拿 那麼簡單 給你續期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過了期 因為你沒有續 那你怎麼能這麼白癡呢 你真的很生氣 說就說 我屌你了 所以我每次在做BNO 每次都罵人 你問娘娘娘娘 每次都不知 總是有些客人 就被我狂屌 那麼活該